瑞芳区拥有多元的地理景观 经过了历史产业的转型 拥有丰富的人文的风采 为促进文化扎根及公民多元参与 有文化部指导瑞芳区公所将成本老街城乡风貌 在线营造计划 今天邀请里长、社区成员 还有学校等单位一起集思广益 思考如何让瑞芳文史发展更广为人知 瑞芳地区共有五个火车站 因此这次老街风貌再造计划 瑞芳区公所将以铁道文化为主 规划一系列的风貌营造活动 包括铁道文化小旅行 透过在地志工深化瑞芳人文 招募导览志工办理瑞芳铁道夯旅行 透过景点导览重现瑞芳人文汇萃 希望以瑞芳的铁道跟老街为主 瑞芳的老街不是只有我们后站的老街 其实包括九份老街是属于瑞芳的老街 其他老街都是属于瑞芳的老街之一 但是没有关系 我想这次的整个主轴还是两大区块 一个是摄影比赛 因为我们希望透过这些照片能够带动 希望透过这些摄影比赛能够招募一些 让外面的游客进来 一大堂摄影的人来我们对方 从铁道跟对方风采这两大区块去做一个摄影 让他们更深度的 透过他们的一个摄影的角度 透过他们的角度 把这些对方之美把它开射出来 我们的铁道在旁边都是煤炭 都是煤炭 这是包园的车路看不到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随风沿线每一个车站 瑞芳 侯洞 然后四角亭 这边沿线每一个地方 因为从我到外地去读书 我才发现说 是它随风的铁道 那顶头的酒桃都是蝗的 但是它不是酒桃 它是煤炸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特别 但是我们是不是要用什么方式去构思 帝方表示 瑞芳地区具有丰富的人文历史 不只是铁道文化 也有更多的在地历史故事 希望能够借由这次风貌 再造一同展现出来 并培育地方学子成为导览员 也让学子更加了解自己的家乡 进而更加有认同感 我们的火车站 由于我们四角亭 跟我们随风 搞动画跟三雕 还有我们八头子火车站 应该是算我们的 在我的认知 所以这五个火车站都可以当做主軸 包括这个 它的书运群体 包括它轨道 包括上下课等等 很多感人的故事 或者是很多漂亮的风采 都可以在这边做一个呈现 这样表示瑞芳老街城乡风貌 再造系列活动 首先要推出的是 瑞芳铁道风采摄影比赛 紧接着推出的是 铁道文化夯旅行 以及夯旅行的志工招募 欢迎大家踊跃参加 一同为地方尽一份心力 重现老街风貌 借成为瑞芳采访报道